大家好,我是圆圆,欢迎收看健康心经 在50岁以上胃肠功能减退的中老年群体中更是常见 此外,经常吃油腻刺激性的食物 长期久坐,缺乏锻炼,不爱喝水的人 往往也是便秘的目标人群 而大家对于便秘的态度 要么放任不管,要么选择药物 但要注意的是,市民上性寒胃苦的谢药 往往是针对上火引起的便秘 虽见效快,虽见效快 长期使用会损伤肠道功能 且不能彻底治愈便秘 尤其是对肠造精亏型便秘 只会越泻越伤筋液 反而可能加重便秘 医生提醒,长期便秘很可能是三个原因在作怪 你要趁早注意调整 1. 筋液不足 脾胃功能异常再加上饮水量不足 就容易导致筋液不足 从而导致大肠缺乏滋养,肠道干涩 粪便会变得干节很难排出 因此生活中要注意补水 2. 脾肾虚寒 肠道动力不足容易引起便秘 3. 气肌抑制 情绪忧郁缺乏运动等原因容易导致气肌抑制 影响大肠输送速度 导致大便停留在体内 长期发展下去 便秘也就出现了 因此日常想要预防便秘 要适当多喝水 每天保证饮水量在1500-2000毫升 同时要注意保持适当的运动 增强肠道活力 肠道蠕动快乐 排便自然更轻松 如果已经出现了便秘 如果已经出现了便秘的问题 也不要慌 更不要盲目使用泄药 以免损伤肠道 老中医推荐一个润肠通便 性质又温和的小妙方 或能帮你远离便秘困扰 准备火麻仁 菊明子 干姜 山楂 枝子 菊花 冬瓜 麦芽等食材 按比例制成茶包 早上空腹喝一杯 轻松排便 让肠道一通到底 好了 本期的养生知识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多点赞 多转发 多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就点个关注吧